早安 全球聚焦 在一片呼籲換燈的聲浪中 美國總統拜登刨除震撼彈 決定退選 也成為美國五十六年來首位現任總統 不爭取連任 回顧一九六八年 民主黨時任總統詹森 因越佔壓力 放棄尋求連任 然而當初詹森在三月時棄選 改由副總統韓弗瑞接棒 但最終選戰輸給了尼克森 歷史前例更使得民主黨愁雲慘悟 尤其詹森退選時機為三月 而今拜登拖到七月才翻盤 距離十一月大選更壓縮備戰黃金時間 美國選民驚訝但不意外 近期三度確診的拜登則表示 將日本週稍晚發表演說 面對競選版圖產生巨變 拜登盟友加拿大總理杜魯多 英國首相和德國總理紛紛發文質疑 包括好萊塢名流巴巴拉史翠山等 也推從執政期間做出的貢獻 拜登優雅退場之後 民主黨如何因應新局 考驗才開始 暫定新闖 金水會報導 新聞 金水會報導 感谢观看